小丑的双手实在太有力了 让观众惊呼连连 迎接农历春节的到来 台中市屯区预文中心 准备一系列应景活动 要陪民众欢乐迎新春 那1月26号上午 我们首先邀请到台中县书法协会 我们一些总共有十位的艺术名家 会在我们屯区的大厅这边 做现场的春联辉航 同样是在明天的1月26号上午十点半 我们邀请到百系工坊 那百系工坊的演出 是透过一些虚拟专科学校的 一些特技的演出 那当然会安排一些桥段 就是有一些小丑的特技杂耍 等等的演出 那相当的热闹 会有很精彩的刀火圈的表演 那也会有台湾第一的杂耍演出 会有至少七颗球的表演 当然我们也会请小朋友来 尝试一下我们特技的表演 譬如踩大球啊顶球的部分 26号有硬底子功夫的百系工坊打头阵 除此之外在2月17号 有奇艺特技团带来富有传统年节 热闹气氛的农师特技和传统民俗杂耍 斗区又精彩的演出 让小朋友开心得鼓掌叫好 奇艺特技团 然后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一个 民俗的杂耍的系列的一个演出 然后当然它也有安排一些农师特技等等 如果喜欢静态一点的 在2月2号和17号两天 也有插花研席和圆满调式DIY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囤译 感受努力新年的欢乐气氛 记者吴依婷台就怎么到 也欢迎各位